大家先请合掌 我今见闻得受词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法师歌去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看课本120页 看到63到73 他说如观察 如是 如观察就是前面那一经 62经 如是观察 之后如是分别 种种分别 知广知种种知 清静清静休息 入处正 十二经 一如是说 那如果我们给他算起来 这里只有十一经 就是观察是一经 就前面那一经 62经 那分别第二 种种分别第三 知意识 广知五 种种知六 清静七 清静休息八 入是九 处是十 正是十一 一经 少了一经 好 那么 他基本上是这样 依导师的解释是 他是这样 他说 第一经 后面全部都是十二经 后面全部都是十二经 就是从这个六十四经开始到后面 一一经都有十二经 那这十二经 它是这样 一一且实际论 它是观察 如实观察 那么 如实分别 另外就是种种分别 用这样写 比较 另一经 第三经 一一二 二 二 四经 是清静 第二 四经 第五经 是清静 第五经 第六經 它是多休息 就是我們說的瘦瘦 瘦瘦思維 多休息 第七經是癡 第八經是廣癡 第九經是種種癡 第十經是入 十一經是處 十二經是正 文思修正 它基本上是這樣 思修清淨分別 那麼重點是它在這裡 那麼如果從這個砸喊裡面看 它清淨清淨休息 它只寫清淨清淨休息 就是清淨休息 所以這裡應該分成兩經 它寫 如果我們看這個清淨 就是清淨休息 種種種之後面是清淨 那麼清淨後面是清淨休息 那應該是休息多休息 這裡應該分成兩經 這樣就合起來了 要不然它 它說全部有十二經 但是它這個文列裡面只有列十一經 所以 這個一於解釋濟論 應該是休息多休息 所以 這樣 就是十二經 如觀察 那意思就是 把觀察換成分別就是了 如實分別 那這裡是如實觀察 六十二經 好 再看到 七十四經 其他的十二經都一樣 文都一樣 只是把觀察換成 這個分別 種種分別 知廣知這樣 好 七十四經 我們在來幾下看 他說 有這麼一天 那麼佛 在奇緣今色 這個時候 世尊跟 朱比丘說 常當休息 方便禪師 內疾之心 那麼這個是 就是要 你要獨一盡處 專精思維 那就是修止觀 那觀什麼呢 就是 他說 休息方便禪師 內疾其心裡 就心有定之後 要做觀 止之後要做觀了 其實這個就是 止觀止觀了 就是我們說的定位 也是所謂的三昧 所以後來 後面會講 那麼 一一十二種禪定三昧經 這裡就是你 獨一進處 專精思維的時候 心急進了 開始要做觀 那你要怎麼觀念 你要觀些什麼 你要想什麼 那並不是說 你定了 那麼 這個心專注 就要就好 不是 心專注 他只有定 他沒有會 所以你看這個 哪裡 好 我們先看一下 一百二十二頁 後面有一個總運動欄 他說 受與生極樂 一收六露出 一一十二種禪定三昧經 那麼這裡全部都是 有十二經 如此觀察的 其實都是三昧的 就是止觀的 修止觀的 就是 你心靜下來的時候 你到底要想什麼 其實這一些 好 那我們就放回來 放回來看 就是前面這邊都是告訴你 你靜下來心急靜的時候 那當然要先讓心急靜 所以他前面告訴你 常當休息 方便禪師內吉其心 那麼 方便禪師內吉其心 就有很多種修法 修四念處 修安娜波娜 修不靜觀 修清皇赤白 四十夜處 那麼 看你要從哪裡修 你要修念佛也可以 念佛上面也可以 就是說 你要讓你的心 那麼沒有分塵 沒有掉舉 那麼心很專注 有力量 專注 那麼我們說 他前面就是 從色念 就是 九柱心裡面 從開始 射受這個心 那麼 開始到最後的等詞 然後再入出場 那麼 基本上 基本上是到四禪做官 但是你 如果 智慧比較利的話 一般來講 會解脫的他 這個 沒有出場 他就可以做官了 如果心比較利 那個會比較強的話 那所以 你的心專注了 那到底到專注到什麼時候才做官 因為禪定 他前面有九柱心 後面有九次地定 那 一般來說 是在第四禪關是容易的 但 通常修禪定的是 修到 飛翔飛翔 然後再下來 反正他這個過程 整個都熟了 那麼 非常熟了 非常熟了 心很容易就入定 那麼 他在四禪做官 通常是這樣 當然你也可以在 初禪二禪三禪做官 你如果能力夠的話 也可以 那麼 甚至能力再強一點 就是你的官會很強 你對無我的這種 觀念很強 因為我們現在是 每個禮拜在聽經 每個禮拜在講這個 如果在佛陀時代 沒有這樣子的 他聽完經 他可能就去那邊好好修了 那麼你回去還可以看 沒有 他是意念在心 就那一部經 或幾部經 就依這一部經 不斷修不斷修 但是他可能 不是像我們這樣 聽很多 然後懂得比較多 那麼懂得比較多 有可能就是 可以說說訊息 但是也有可能會亂 有可能會 因為你越多越亂 並不是越清楚 那麼有些人是 越多越清楚 就不一定 但是以前佛弟子 基本上都是沒有這麼多的 就是掌握幾個重點 然後就去 通常就不離開 會的觀念不離開 緣起無我 五運無我 六處無我 或是六戒 就是八戒 運處戒無我 不離開這個 那麼不離開緣起四地 中道 不離開這個 那麼通常都是這樣 那無我就是觀察什麼是我 那麼把這個我的觀念 執著去掉 那就是無我 並不是去找一個無我 不是喔 他不是丟掉這個我 去找一個無我 不是這樣喔 是丟掉你原有的我劍 他不是丟了一個我劍 然後找到一個無我的劍 不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你原來的執著去掉 那就是真的 那所以要先分析我是什麼 我在哪裡 那我有什麼 這個一般就叫做體性相 那麼 那從各個角度去分析這個我 但是一般如果你沒有聽聞這些無我智慧 你即使有禪定 你也不會這樣觀 包括說現在很多人念佛 念到一心不亂 他也不會去觀我 我是什麼也不會去觀 那麼我怎麼可以見到佛 那我是怎麼見到佛的 那麼這個其實跟我們一般在境界裡面 我聽到這個聲音 我起了好不好的觀念 苦受垃圾的觀念 我是怎麼起這個心的 那通常在六處相應裡面 常常在講這些 其實他都是一直把你拉回來 一直把你拉回來 你的心本來都取得在這個境界 取得在因境界而有的感受 印象思維上面 現在把你拉回來 從那個根源去看 其實是這樣 那我們如果沒有這種習慣 我們通常就是 我們修什麼就會執著什麼 比如說你修念佛 你就執著要見佛 那你一般修禪定也是一樣 修那個青黃翅板 修本尊 反正都一樣 但是它的源頭 它的根本其實都是要讓你 以這個為方便 以這個為方便 然後讓你的心 就是這裡叫方便禪師 它可能是叫你觀佛 叫你念佛 叫你觀不盡 叫你觀呼吸 那麼叫你觀無常 叫你觀苦 反正很多種 那麼這樣其實都是要讓你證得無我的 那你有了這個觀念 你就比較不會偏掉 你就是能夠養成那個智慧 養成那個智慧 那麼這樣的話 你一旦有定的時候 你很快 很快就能夠 跟這個解脫道相應 其實是這樣 好 所以它這裡一開始 這裡都是教你怎麼修觀的 我們叫皮婆舍那 是摩他皮婆舍那 子跟觀 好 就是說你心已經極盡了 這個前提是你心已經有定了 或是在相當定的程度 就是欲戒定 慧解脫的欲戒定就可以了 九柱心 第九柱心 一般說是第九柱心 這等詞 它已經相當定 但是還不是定 所以我們說它是欲戒定 真正來講欲戒是沒有定的 那是閃心的吧 但是慧解脫智慧比較利 智慧怎麼利呢 就是我們跟你講 要如理思維 要專精思維 要受受思維 你常常這樣 你的智慧就利 但是你的觀念一定要是 不管你是修無常修苦修 修空修不見修什麼 都是要回歸到無我這邊來 那這個你才有辦法 好 那這個其實就是文師修的 修的啦 文 詩 那麼你透過文跟詩之後 那麼你心專注 那麼修主要有兩種 修止跟修觀 先讓心寂靜 不散亂 那麼讓心明白 不分塵 就是我們講分塵跟吊具 那麼你清楚 你清楚 你的觀 那你的觀的方法也正確 那麼基本上他就向解脫 好 那麼他說 如實觀察 雲何如實觀察 如實觀察 此色 此色即 此色面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們說 緣曲裡面的 有因有緣世間即 有因有緣世間面 那這個世間主要是五韻世間 五韻世間 就是說我們這個五韻身心 韻相應 這裡是韻相應 韻相應不離開觀察 身心 觸相應不離開觀察境界 心跟境界 但是還是心 我們 因為這裡反覆都是在講這一些 因為他反覆說 我們就反覆說 五韻 不離開身心境界 那主要是心 受想行事 這個是受想行事 六處 六處是心跟境的問題 他也是身跟心 但是他的身心 他講言而彼此的身心 這個是神 這個是心 這個是心 我們應該這樣寫 我們應該這樣寫 比較清楚 色身香味出法 絕對不會單單只講這個 因為他的意義是在 這個根對定的近 這個是根 這個是陳 這個是 色身 香味出法 這個當然是 這裡是身 這裡是心 這個是身 這個是心 那麼都是身心境界 那麼有應有緣世間幾 他為什麼會有 那麼這裡主要在心跟境 心跟境的因緣 心對境 這感官面對境界 會起種種的 種種的了別 就是是 他重點 起種種的了別 種種的了別之後 他重點在處 這個處是重點 那處句叫什麼 受想思 受想思就是這裡的 受想行 那個視視 這裡 眼對色就生眼視 眼視耳視 鼻視 舌視生視 意識 就這裡 那麼 處心對境 就產生受想思 所以五一 受想思怎麼來的 受想行 其實就是行 以思心所為主 五運的這個心裡面的受想行 是怎麼來的 是由於視去了別境界 了別境界 要從六處裡面講 那麼就在這裡 處 聚 聚 聚聖受想思 就 他是這麼來的 這些感受 這些印象 這些思慮 這些抉擇 意志 通常都是由於心對境來 所以六處 重在心對境 產生的受想思 就是要更進一步去講 他的根源是怎麼來 這個受想形是怎麼來 那五運就直接 簡單就講 受想形式 心跟受想形式 那你再進一步分析 那麼這個心所 這個受想形是怎麼來 他基本上就在這裡 特別是感受 從這個 一般都從這個感受講 那麼因為我們會執著 所以他基本上 從諸壽是苦去看 那麼這一切 那麼疾 疾就是 有因有緣世間疾 現在就是在講有因有緣 這個五運生是怎麼起來的 等一下後面也有一經講這樣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個五運生 因為佛法 佛法就是滅苦之道 它的一個核心都是苦 苦是由生死來 所以解脱生死 就解脱一切苦 就到苦邊 其實就是講這樣 所以佛陀在菩提樹下 佛陀在菩提樹下想到什麼 就想到緣起啊 流星畫過 他看到 一 流星畫過的因緣 他那個時候悟到緣起 他不是看到流星 他是看到緣起 那麼 所以 有因有緣世間疾 那麼 這個世間 一般我們講就是五運世間 那仔細分有三種世間嘛 五運世間 有情世間 跟國土世間 但主要就是 現在講的就是五運世間 有因有緣 這個五運生情 後面有一經就講這個了 那麼有因有緣世間滅 苦滅 那這個世間 其實是五運世間 其實就是苦海的世間 苦的世間 因為有五運就有生死 有生死就有苦 這個就是佛陀一直在講的 苦 生老病死 憂悲老苦 如是純大苦運聚集 就一直 一直生死 所謂的苦在裡面 這個苦 如果你把它分就是 生老病死 憂悲老苦 這是阿安經常說的 那我們 就把它細分叫 生老病死 願正會愛別禮求不得 就是生心的苦 生苦跟辛苦 身體上的有生老病死 心理上的有孕見慰 愛別禮求不得 那總說叫做五運赤聖 那基本上就是這樣 苦 所以苦你給它仔細分 就生老病死 憂悲老苦 那麼生老病死 憂悲老苦 都是從生死來 就是有生死就有苦 有生死就有苦 所以解脫生死才能解脫一切苦 那現在要追究的 有因有緣世間級 苦怎麼來 生死怎麼來 就這樣 那一直往上推 那生死怎麼來 生死就是因為你有業 你這個未來的潛在 我們說這個有兩種 現在的有 現實的存在 有就是一種存在 這種存在分成 分成就是 未來當有 現在已有 就這兩種 現在已經有的 客觀的現實 未來一定會有的 還沒有 但是未來一定會有 因為它因緣已經合合了 有這兩種 那這兩種 基本上就是 現實的存在 因為它就是一種存在啊 現實的存在 現在的存在 現在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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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未來的潛在 還沒有 但是會有 或是未來當有 它基本上有分這兩個 如果從三四兩 從英國來看 緣起來看 我們也會說到 這個生死後 前面是什麼 為什麼會有生死 就是你有這個業 現在我們這個叫做有 那這個 這個身體怎麼來的 你為什麼是你的 我為什麼是男的 那你為什麼長這樣 我為什麼長這樣 那麼這一些種種的差別 我們都叫做業差別 這些種種的有 它有種種不同 那六道眾生 六道眾生 有情世間 天人第一 天人阿修羅 第一二鬼出生 那差別是很大的 一隻蚊子跟一隻鯨魚 那麼一個人跟一隻狗 它那個業差別是很大的 那麼佛陀在十三業道經裡面講 大海裡面 那種種的眾生 那個差別之大 那麼更多 那麼這些怎麼回來 當然都是有業 所以這個有 基本上是 你現在這種存在是一業而有的 所以 所以一般叫做一業而有的輪迴 一業 而有 這個有 就是一業而有的 就是它是一種業爆體 業爆的存在 從現在來看 這個是過去的業 那 那因為我們 我們要探討現在 只是因為要解決現在的問題 現在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不用去管 因為現在有問題 現在有什麼問題 有這些種種的苦 生苦辛苦 你如果沒有解決 未來還是繼續受苦 就好像你肚子痛 你沒解決 它就一直痛 那你不想一直痛 你就要解決 那麼除了解決現前的痛 還要解決怎麼樣讓它永遠不痛 那麼所以 它就要追究到它的原因是什麼 根本因是什麼 所以就一直往前追究囉 那麼有是從哪裡來 從取來 取從哪裡來 從愛來 就這樣一直往推 推到最前面是什麼 無名 無名是什麼 於名就是 不知無我 不知無我 一般叫做 於與我見 於與我 就是不知道無我的觀念 就是愚昧 認為有我 那麼最到最前面就是無我 所以根本是什麼 根本是我見 那麼我見一定會生起我愛 我愛就會辭取 那它就會造業 造業就會形成新一輪的生死 就這樣 所以 佛法的解決方法 從 離我愛 去我見 下手 那麼 我愛比較薄的話 我見 就比較容易斷 那麼我見沒有的話 我愛就比較少積極 就比較不會有 因為我愛是由我見來的 那麼有我愛 有我見一定會起我愛 那麼我愛又會鞏固我見 就這樣 所以 不離開從我見或我愛下手 那麼從我愛下手 要先從我所愛 通常是這樣 我愛我所愛 由我往外擴大 那我愛我所愛 基本上是從離欲下手 因為你懶愛的對象 不離開五欲 那麼 你其我見的 這樣的姻緣 不離開於六根對六成 不離開這樣 我見我愛的這樣的一個根源 不離開於六根對六成 那麼它就顯現在所謂的 受想詩上面 它就顯現在受想詩上面 那所以 基本上 這個佛法 它引導我們 去看到問題的真結 那麼 然後去解決問題的根本 其實是這樣子的 它不在字幕上 那麼這些用心 它就慢慢讓你引導 那你的問題根本真結是什麼 那麼從這裡發現到了 你就可以再進一步找到 解決的方法是什麼 那麼 既然已經知道 我見跟我愛是根本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 怎麼樣去除我見 斷離我愛 就這個問題而已 那這個問題雖然有人知道 有人知道 我見我愛是根本 還不一定知道怎麼去我見 離我愛 還不一定 所以 有因有緣世間幾 你還要知道 有因有緣世間滅 那麼 那麼 一般來說 你知道有因有緣世間幾 生死怎麼流轉的 那麼 這個叫做法柱字 那你知道怎麼解決斷除我見 去掉我愛的 而且把這個 把這個我見我愛去掉的 那個叫做涅槃字 就正德涅槃了嗎 那 基本上是這樣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是這樣 就是你要先知道問題的真覺在哪裡 然後再知道解決的方法是什麼 那麼依著這樣做 把問題解決了 通常就是這樣 就是 佛陀教導我們的修行就是這樣 那我們依著這樣的觀念 解決事件上的任何問題 大同小異啊 那總結來講 就叫做苦極滅道 其實是這樣嘛 這個叫做有因有緣世間幾 就是苦極嘛 有因有緣世間滅 有因有緣世間滅 叫做滅道 用方法來滅這個苦 滅這個苦 那這個苦 基本上是由這個五運身心來 五運身心是怎麼來的 我見我愛來 重點是我見 所以你要運用方法 好好觀察 所謂的我見 就是执著有我 执取有我 那我們在哪裡执取有我 那我們怎麼會执著有我 那不执取有我是一種什麼狀態 要怎麼樣才可以不执取有我 就在講這些問題 好 那這個是所謂雜喊裡面 那怎麼樣 讓你贈得無我 好 那我們說 他這樣觀的一個前提 我們應該是這樣說 就是說 你還沒有心有禪定的時候 你要先了解這個道理 你要先有這種政見 有先這個無我的政見 然後你知道 你有無我的政見 你並不能夠就正得無我 因為你的心是有散亂的 帶著由我來做關無我的 所以那個心是沒力量的 所以你先理解有這個政見之後 那麼你再來修指 修定 那麼你因為你修定的目的就是 就是等到你定修好的時候 你就知道要這麼觀 但是還有一種方法就是 你也不用先知道這個沒關係 你就跟著一個禪師 那這個禪師 他是知道怎麼正得無我的 那麼你先不知道無我 但是你先依他的方法 怎麼樣讓心急進 就是這裡 休息方便禪師 那幾行先急進 急進之後 那麼他會再告訴你 接下來你要怎麼觀 這個時候你就依他的方法 但是那個當然他要知道 你要怎麼觀 那你就這樣觀 但是這個前提就是 你要依的那個善知識 他是真正知道的 而且他是有力量的 他可以引導你 因為你不知道 你自己不知道 你自己不知道路 那現在就是 你自己也知道路 只是你腿沒有力量 現在訓練你的腿有力量 就是了 你就可以走到那裡了 那你沒有 你也可以 你腿有力量 但是你找一個懂的路 一直帶一直帶 一直帶你走 那也有這樣子的 基本上我們最好就是 我們自己先弄清楚 但是這樣的心還是 還不是很有力量的 所以你還要訓練你的心 就是這裡的 要有三昧 常當修起 方便禪師 念起其心 那 但是他這裡就跟你講 你修 你修這些禪修的目的是做什麼 修定 修禪修的目的是什麼 是為了要如實觀察 那為什麼要如實觀察 就是如其事實 就是修觀 你為什麼要觀 你不觀你就不能得解脫啊 你修定也不能得解脫啊 修定是為了要做觀用的 持戒是為了要修定沒有障礙用的 你要知道是這樣 持戒是為了要修定沒有障礙 那麼修定當然一部分 有力量可以做觀 但為什麼有力量 因為他調伏煩惱了嘛 煩惱扶住了嘛 那我們為什麼心沒有力量 我們大多數的力量都被煩惱 在煩惱中拉扯 散亂 昏塵 吊具 這些力量拉走了 所以心是沒有力量的 心沒有力量 那麼所以你必須要 訓練你的心有力量 那心有力量很明顯的就是 你比較不動 不為所動 不管發生什麼境界啊 你心都很專注很明白 就是你那個起煩惱的那個 那個力道比較弱 不是沒有煩惱 但煩惱的力道 不是很能影響你啊 那麼這樣你的心就開始有力量 所以修墊基本上都要教你 督色六根 因為我們的煩惱從哪裡生起來的 從感官面對境界就生起來的 就是受想師嘛 就從這邊生起來的 所以你必須要 學會不受境界的影響 你看到境界 但不受境界影響 那麼一開始你沒有辦法做到這樣 所以乾脆就都不要看 不要聽 找一個沒有那麼多境界的地方 好好把心訓練很專注 那麼慢慢 就算有很多境界的 你也不在乎不注意 不會受影響不分別 那一開始你要不分別其實比較難 你這個聲音很吵 你很難做得下去 叫你不聽 沒辦法 聽了不分別也很難 分別都沒有感受 那更難 基本上就是這樣 出去說想吃嘛 你說我假裝聽不到 沒辦法 心裡面就知道啊 知道了 告訴自己不要分別 你就是會分別 這個聲音怎麼那麼難聽 這個味道怎麼這麼重 這個空氣怎麼這麼不好 可是你一旦錄定了就沒關係了 這些打雷你也聽不到 但是心就很專注 那麼這個時候心專注 並不是就 就在那個境界裡面 不是的 他要做官的 沒有做官就可惜了 有些就是 他錄得非常非常 他就以為涅槃了 他就在享受那個喜樂 尋世喜樂一心嘛 這個是出產的境界 他有那個喜悅的 身心都有那一種很大的喜悅 這種喜悅超過五欲的境界 那麼你如果沒有注意的話 你很容易執著在那個境界裡面 我們叫他色灘如色灘 色灘如色灘也不容易斷了 我告訴你 但是我們基本上的問題 不在色灘如色灘 我們基本上問題在欲灘 欲界眾生的特性 就好像一隻狗看到了狗骨頭 叫他不要動 這個也是很難的 那麼 但是經過訓練還是可以 我們慢慢訓練慢慢訓練 那種心就開始 可以不為所動 那要長期的訓練 所以一開始 修訂一定要理喻 理喻惡不善之法 基本上就是這樣 好 在我們底下看 他說怎麼樣如此觀察 那麼 如此觀察此色 此色疾 此色疾 此色面 疾跟面 五印的疾跟面 有因有緣世間疾嗎 有因有緣世間面嗎 他後面瘦想行事 當然 我們可以一一的觀 這個瘦 這個身跟這個心是怎麼來的 身心合合變成一個我 身心合合是一個我 所以五印合合為我 那麼你仔細分就有色受想行事 那簡單的分就是身跟心 在簡單所謂一合像 他就是我 我是怎麼來的 就這樣 我到底是怎麼出現的 我為什麼會是現在這個樣子 那 那一般來講 那我為什麼會受苦 我的苦是從哪裡來的 那麼我的苦從哪裡來 就有兩種嘛 第一個 我從哪裡來 苦從哪裡來的問題嗎 就有這種 那緣起是在講這個 苦從哪裡來 苦從由我而來 那我從哪裡來 我從夜來 就我們剛才講的 就一直推推推 推到最前面 從我見來 這個我見是與生聚 與生帶來 就是與生帶來的 就是你一來就帶過來 那麼我們叫做聚生我職 聚生我見 那麼聚生我見 一來之後 那麼成就這個五運生 不管你是一隻一個人 一個男的一個女的 一個美國人 一個中國人 一個台灣人 那麼還是一個馬來西亞人 反正不管你是哪裡的人 或是一隻狗 一隻貓一條蟲 他都有聚生我職 那麼聚生我職 他就會產生 那麼分別我職 就透過感官 認識這個世界 不管你是透過眼睛 透過舌頭 透過這個耳朵 你認知 你都有一個清楚的認知 這是我 我跟別人不一樣 一條蟲也一樣 一隻蜜蜂也一樣 不管只要是一個眾生 他都有這種認知 那麼這種認知 就是他一定會生起 保護自我 那麼愛惜自我 這種感覺 那麼要長養自我 就這樣 這個就是 慢慢慢慢透過境界 那麼產生 言而彼此的生意 對色身相會觸法的 直取 認知了別 那麼產生 種種的分別我職 那麼這樣 就不斷不斷的 一直運轉 一直運轉 那就形成種種的業 那麼 基本上 都是這樣形成的 好 那這裡是把它拆開來講 觀察色 受想 行 事 的極跟面 其實就是 有陰有緣 世間極 有陰有緣 五運極 有陰有緣 五運面 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這個就是 我們簡單講 就是緣起就這樣 緣起再講兩件事而已 生死是怎麼形成的 生死是一切苦的代表 就是 我們講 痛苦是怎麼形成的 那也可以講 生死是怎麼形成的 那麼 生死怎麼形成 解脫怎麼可能 就是這樣 就是痛苦怎麼形成 沒有痛苦的境界 怎麼樣形成 怎麼樣可能 就怎麼樣才可以 永遠究竟的沒有痛苦 那麼 是怎麼樣 造成我現在的痛苦 是怎麼樣 才可以讓我 永遠 未來永遠 不痛苦 那麼 再講這個問題 好 所以 如實觀察 就是你要好好的去 觀察 這個因緣是什麼 爭解 問題的爭解 在哪裡 解脫的 關鍵在哪裡 所以 雲和疾 現在就在講 那 雲和受想形式疾 就是 那現在就講 社疾 受想形式疾 就是 有因有因是間疾 那就是五因是間 剛才我們講五因是間 五因就是社受想形式 我們不要把它分開看 現在社疾 受疾 詳疾 我們稍微會亂掉 那五因身心到底怎麼來的 五因身心到底怎麼來的 他說 比丘 魚吃無蚊凡腹 那麼 以前就是這樣來 你現在如果還這樣 那麼以後還是這樣 就是 你現在這個五因身怎麼來 那已經來了 已經有了 已經有了 那麼你現在的問題就是 它是怎麼來的 就好像說 這個房子燒起來的 為什麼 燒了就燒了 還要去研究到底從哪裡燒的 起火點在哪裡 為什麼 預防未來 預防未來 像那個犯罪的人 死刑死了就死了 一定為什麼要找到犯罪的動機 預防未來 未來在發生 通常都是這樣 世間也是有這樣的 就是說 它到底怎麼形成的 要弄明白 那麼弄明白 才能夠預防未來再發生 那麼我們這個苦也是這樣 所以 不如實觀察射己 因為 第一個 不如實觀察射己 就是 它到底 它到底這個五因身心是怎麼來的 那麼不如實觀察 你就會怎麼樣 你就會執著 因為你有我見 我見就生起我愛 就很簡單 味就是味著 味著 味著就是 愛樂 讚嘆 懶著 這種東西就是味著 它把後面 那麼 熱一色 讚嘆一色 熱著一色 其實就是愛樂 讚嘆懶著 這三種 那也可以講 五種 反正就是 簡單講就是貪愛 那阿岸經裡面 有時候詳細說 有時候簡單說 有時候就根本說而已 就貪愛 其實這個是以我見其我愛 很簡單 那麼 你 你這個 怎麼樣生起來的 不如實觀察 就是你沒有如實地去觀察 這個五因的 到底是怎麼生起來的 那麼所以你就貪著 直取有這個五因 那麼色受想行 是 那麼這個色就是我們的色身 我們的色身 那麼 從六處來講 當然 從這個色身 眼耳鼻舌身所面對的境界 色身相位處 都在這個色裡面 這個色不單單指 不單單指 這個物質 而是包括我們這個色身 色身裡面 有眼耳鼻舌身 所面對的色身相位處 都在這個色 那所以染著嘛 畏著 貪愛 這個就是我愛 以我愛為根本 而有我所愛 我愛我所愛 基本上是這樣 那這個就是畏 那麼 你畏著了這個 但是你沒有到思維它的過患 因為你沒有思維它的過患 所以你也不會遠離 你就以為好啊 你就執著啊 那麼你為什麼會執著 你貪嘛 貪 貪它的這個瘦 那麼 或是你 你就是愛著上這個嘛 所以你畏著就是它的起愛著了 那 你沒有思維 你有起這個愛著 有沒有 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有貪之有貪嘛 那 你愛著要這個色身 或是因這個色身而有的種種境界 那麼你不思維它的過患 不如實觀察嘛 那麼 這個色有什麼過患 那 它基本上也不離開苦苦壞苦辛苦嘛 不離開這樣 那通常你會熱走的就是它 無產苦你不知道 你現在有 擁有 那麼你覺得很殊勝 等到沒有的時候 你就產生痛苦了 那麼你執著的越深 你執著的越深 你的痛苦就越深 你執著的越多 你痛苦的機會就越多 所以你愛的人越多 那麼你痛苦的機會就越多 那不是叫你不愛人 而是不要懶著的愛 不要直取的愛 什麼叫直取的愛呢 那麼直取的愛就是 你一定要它這樣 沒有它你會死的那一種 就是你會很痛苦的 可是它一定會離開你 那麼什麼叫不直取的愛呢 就是慈悲 你希望它好 但是不管它好跟不好 你都不會因此起痛苦 如果你希望它好 但是它沒有符合你的希望 你只是覺得可惜 你只是覺得可憐 你不會覺得可惡跟可恨 不會 那這種就是不執著的 但是你還是會慈悲它 就是你會愛它 但是你不懶著於它 你會想幫助它 但是你幫助它 它沒有符合你的期望 或是它反過來咬你一口 你也不會因此痛苦 不會 那這個叫做不難走 佛法基本上 把愛 就是 放成比較負面的 就是比較不好的 煩惱相應的 那麼把慈悲 就是比較不跟煩惱相應的 基本上是這樣 好 那這個 色 不如實觀察 色己 色位色患色理 就是你不知道 這個苦是怎麼來的 武運事件是怎麼來的 還執著這個武運 色後面是受想形式 那麼所以 因為你不知道它的過患 也不知道要遠離這樣的過患 就好像我們說 出生之毒不餵虎一樣 看到老虎要去找他玩 他不知道老虎 他不知道老虎會吃了他 他不知道 我們也不知道煩惱會吃了我們 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痛苦會淹沒我們 我們不知道 那麼我們 就是執著這個熱壽 小孩子也一樣 他不曉得 他覺得火很好玩 那要亡火 他不曉得火一大起來 會把他自己燒死 就是沒有思維他的過患 那既然沒有思維過患 就不會遠離 不會遠離 所以 基本上 都要先思維他的過患 那麼你才能產生遠離 所以 一般叫你觀受是苦 是這樣的 就是 你要思維他的過患 那麼不然你會直取 你會直取 那麼你就不知道遠離 不知道遠離 就會怎麼樣 就會黏得月深 愛樂筆色 讚嘆筆色 愛卓筆色 就是這裡的 樂 讚嘆 愛卓 那有時候講愛樂讚嘆懶卓 那因為你愛樂讚嘆懶卓 於未來四色附身 所以他就產生什麼 未來的潛在 有沒有 那麼現在 現在的這個存有 有是一種存有存在 現實的存在 不斷地造作愛樂讚嘆懶卓 這個色受想形式 又造成未來的潛在 當來會有 你看 就這樣生啊 現在這個生也是過去這樣來的 那麼現在又這樣 未來還是有 那這樣 不斷不斷地循環 就叫做輪迴 就叫做生死死生 生死不已 其實是這樣的 先下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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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